林大厨怕黄晓明发火 有谁注意到秦海露说了啥 场面差点失控 中餐厅大家都不陌生吧 这档综艺节目是芒果TV自制的 从第一季开始就广受好评 每一季都是经典 第三季的嘉宾更是令人心动 有黄晓明和秦海露和国厨林树薇 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 一位秦海露下午待后厨的彤卓和王鹤帝出门宣传中餐厅 没有提前和林大厨打招呼 回来的时间也比较晚 导致林大厨在后厨向众人发飙备菜来不及了 还说等下店长发现没备菜就要发火了 有谁注意到秦海露说了啥 只见秦海露说店长敢发火 你让他试试 就算客人来了来不及出菜也有我扛着 不得不说秦海露的胆子是真的大 秦海露是第三季中 唯一一个敢跟黄晓明黄店长叫板的人 看到秦海露安慰林大厨的方式 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评论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